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掘在地的美好 很多时候我们说 社区缺乏的不是这个特色 而是缺乏持续发掘特色的人 所以我们透过这些 回流青年和在地青年 希望能够让观众 发掘到自己家乡的美好 其实这个节目 从第一季第二季到第三季 都是由我组织的 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了 而且我发现到 这三年之内 我们很多东西都已经停摆了 但是这个网络诈骗呢 还是各种诈骗呢 还是不断的层促不穷 而且呢 它的那个方式呢 是有进阶版的 前面两季有不同的一个部分 就是因为前两季 我们规定硬性决定 都必须要有一个受害者 然后现身 然后给我们接受访论 然后因为我们知道 这样子的一个障碍之后呢 我们这一次 我们的主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让观众 可以听到更多受害者的声音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 借由这个节目呢 能够跟大家说 有新的一个诈骗的方式在进行着 所以呢 能够让大家提高更多的警惕哦 想要知道更多防诈的讯息呢 记得收看 从4月7号起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 八度空间播出的 《小心有诈》 希望大家能够在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呢 收看八度空间的新节目 在地样样好 希望你的生活也一样的美好 在地样样好 耶 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